6月28日,杨迪去青岛录制节目 多名工作人员帮忙拦路,遭到路队 迅速引起网友热议 当天杨迪身穿化衬衣搭配短裤 多名保安护航给杨迪过来时 一位工作人员拦住了去路 对此,该女生有些不耐烦 直言,干嘛呢? 路约不是你家开打 只好保安便放开了她 尴尬的是,该女子从前面过 杨迪刚好也走了过来 脸色略显干大 很多人都表示支持女方 明星难道就要特权吗? 为何要拦路? 到底是怎么昏起来的? 视频发道后,杨迪回应此事 他直言,打架骂我 我也能够理解 我知道自己有几行几两 每次剧景点录制节目中 我都会提前和节目组说好 不要准备太多的安保人员 我也不是流量明星 没有什么粉丝会有过激的举动 至于为何有那么多安保人数 并不是自己要求 而是节目组为了保护艺人 必须要有这样的规定 对此,网友也替杨迪感到无奈 对此,你怎么看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